科技日报记者刘霞 据英国独立报近日报道,由美国、瑞士和俄罗斯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在《科学报告》杂志撰文称,他们首次借助一台量子计算机,逆转了时间之鉴的方向。 这一违背常识的突破性研究,可能会改变我们对统霞宇宙的机制和过程的理解,也有望促进量子计算机的发展。 研究人员称,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时间是线性的,只能沿一个方向运动。系统总是从有序到无序,而非相反。 但在最新实验中,他们使用量子计算机,让时间倒退,正如桌子上散落的台球,重回其最初的三角形排列的起点。 首席研究员,俄罗斯莫斯科物理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量子信息物理学实验室负责人戈尔·戴勒斯维吉博士说,我们人为的创建了一种与热力学时间,箭头反方向眼镜的状态。 他们使用的是一台由电子量子比特构成的量子计算机。 量子比特是量子计算机的基本信息单位,由一零或这两者的混合叠加来描述。 在实验中,他们启动了一个进化程序,该程序使量子比特进入一种逐渐复杂的一和零不断变化的状态。 在此过程中,量子比特失去了秩序,就像摆好的台球被撞击,散落各处一样。 但随后,另一个程序修改了量子计算机的状态,使其向后眼镜,从混乱变为有序,这意味着量子比特重回初始状态。 研究人员发现,当使用两个量子比特时,时间逆转的成功率为85%,而当使用三个量子比特时,成功率下跌到50%. 他们认为,随着所用设备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错误率有望下降。 他们同时表示,这项实验也有望促进量子计算机的开发。 勒斯维吉说,我们的算法可以更新,并用来测试为量子计算机编写的程序,消除噪音和错误。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我。